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配合办理中立区中山东路四段拓宽配合管线埋设工程,从11日晚上10点起至12日上午6点停水施工,预估有3万5千户将停水8小时,请民众储水备用。 这次停水范围包含中立区新人礼、中山礼、中正礼、赌行礼、人爱礼、化爱礼、人汉礼、人德礼、人想礼、普清礼、人眉礼、化群礼、人府礼、中坚礼、后寥礼、龙德礼、至善礼、龙昌礼、龙岗礼、龙东礼、龙安礼、龙平礼、平正区、中正礼、龙心礼、龙恩礼、中真礼、贸易礼、东市礼、东安礼、建安礼。 巴德区、龙游礼、龙宫礼、龙江礼、龙友新村、永峰礼、东太阶。 水公司呼吁停水区用户预先于停水前6小时完成储水作业并请节约用水同时避免于停水前才开始大量储水以免造成管线末端用户无水可除用。 令提醒用户于停水期间记得关闭抽水及电源以免空转过久造成马达损坏。 恢复供水后如果人无水可用可电洽24小时免付费服务专线1910。